又一位内阁主管的年终奖金被冻结了 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天决议 因为经济成长率保二破功 经济会主委管中敏该负责 所以删除了他今年一半的年终奖金 另外一半冻结 要等到经济好转再解冻 而另外一位也领不到年终奖金的是 经济部长张家铸 经济预测在下修 民众照苦连天 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蓝绿立委群情激愤 要求经济会主委管中敏 为之前预测失准负责 而且提案通过 要删管中敏今年一半的年终奖金 另一半则是冻结 要联动未来经济表现好坏 奥恩之一冻结 就是说我们联系长记者GDP成长超过3% 我们就照顾案通过 我这个人从来不逃避责任 就算我也不会逃避问题 管中敏恩豪上午在立院表示 立委删除年终奖金没有问题 作业人们不会再护这些钱 但这些说法再度引起非议 有立委认为他态度高傲 但管中敏下午赶紧解释 爷们只是男子汉的意思 那是我跟朋友从小到大 我们用的字眼 那我们中间学的国语 抱歉你们太年轻 你们国语本来就跟我们不太一样 刚刚我让他在会场上是谁在说 那你会不会很在乎 很心痛什么类似这样的字眼 我的意思是翻成 现在你们用的国语 就是男子汉怎么会在乎这个 继经济部长张家住之后 经济会主委管中敏的年终奖金 也被立委砍办 另一半奖金如果要解冻 要等到连续两季GDP成长率超过三 或连续两个月失业率低于4% 检视近年经济情况 最近两年GDP成长率 都未曾出现连两季破三 失业率则是长期超过4% 看来管主委的年终奖金 想要解冻 还有不少考验 欧阳TV的年终奖金 台北部到